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说 政府军已经在毗邻土耳其的北方城市 吉斯尔·舒古尔展开恢复治安的行动 电视台说军队适应军民的要求控制这座城市 报道说军民们要求军队逮捕武装团伙成员 叙利亚政府说武装团伙本星期早些时候 屠杀了120名安全部队成员 军民们早些时候说 一些士兵在星期五吉斯尔·舒古尔的亲民主集会后 叛逃或拒绝向平民开火 随后效忠总统的部队攻击了反叛军人 目击者说坦克和运兵车星期四部署在 吉斯尔·舒古尔城外 但活动人士说 吉斯尔·舒古尔5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 在政府军展开行动之前已经逃往土耳其 人权组织说 自从叙利亚三月开始镇压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 已经有至少1100人被打死 还有一万多人被逮捕 2 3 4 6 6 6